获琪刚吃进入寿司收烟不下去,郭晶晶一声令下烟,真烟下去了 作为跳水皇后的郭晶晶,曾经的辉煌让人惊叹 而退役后的郭晶晶嫁入豪门更是让人惊叹,嫁入豪门的郭晶晶没有显摆,而是低调在低调 她与获琪刚的感情也是一直甜甜蜜蜜,低调却甜蜜的爱情 获琪刚虽然是富豪,看上去非常强势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能镇住自己的人,能镇住霍启刚的就是郭晶晶 在某档综艺节目中,郭晶晶和霍启刚参与竞赛 两人需要吃芥末寿司,郭晶晶很爽快地拿起来就吃,同时再给霍启刚 可是霍启刚还有点犹豫,再考虑怎么下嘴 然而郭晶晶已经吃完了,霍启刚还是完全没有动静 寿司塞满了嘴巴说,我吞不下去 一点无辜求安慰的表情,真的太可爱了 郭晶晶可不管吞不吞得下去,一声令下,咽,咽 霍启刚听到了爱妻的号令,没有办法,只能忍着吃下去 一点痛苦的表情,可是没有办法,这是妻子的命令 看来在家里还是郭晶晶的权力大呀 皱着眉头,再痛哭也吃下去了 那表情让人觉得可怜,但也同时让很多网友觉得霍启刚是真的很爱郭晶晶 有网友看了总结出了一句话,本想跟妻子撒娇,妻子一声令下,田主家的傻儿子乖乖咽下去了 这句话是何等的精辟,是何等的没有完美无漏洞,精确无误地形容了当时的场面 能让一个男人如此听从女人的话,足以证明这个男人有多爱这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有多少魅力吸引了这个男人才能让这个男人这么死心塌地 这个答案只有霍启刚自己知道 不过作为跳水红后,虽然没有明星般的容颜,其自身的内在魅力足够强大才能让霍启刚这么宠着郭晶晶 电视频